大家好,我是千一门龙杰 这个视频呢,给大家讲讲这个找牌 很多人感觉哈 那在看前面那些表演里面 都是把三个牌放上面或者放下面去洗 是吧 那现实中你能提前找吗 没有机会是吧 好,那这个视频呢 我们就讲一下找牌 其实找牌很关键的哈 其实前面那些都是基本工 就是没有说把这个手法相互结合 我们现在把手法结合起来看一下 是吧 其实怎么玩都是一样的 首先我会把牌洗乱 就正常这么去洗 对,错了 我会拿一张广告牌 然后呢随便的就是做 这样去插到这个牌的中间去 到时候从这个牌的中间去切掉就行了 这个牌就是随便去洗 广告牌中间插什么牌 我也不可能知道 是吧 你也不可能知道 那现在呢 我要把牌摊开 从广告牌的位置切掉 是吧 现在呢 谁也不可能知道这个牌 是吧 现在看我们是怎么去找牌的 是吧 我们首先呢 会去把这个牌呢 就正常的去洗一下 我现在呢找的牌呢 就是一个128的一把小金花 128的一把小金花 大家可以看一下 正常的发的话是黑桃的哈 128就可以发出来 这就是招牌 这就是说洗一次 我们就可以把自己学的牌找出来 希望兄弟们都不要在那赌博当中 十度九诈 沾家庭 原地赌博 好吧 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 感谢兄弟们对亲一们的支持 同时也对我的支持 好 好 好